什麼態度? 我一向都是這樣 那怎麼辦? 別來吧! 為什麼你一定要來這檔? 我欣賞他 大家黃金10秒 記得留言、LIKE、SHARE HELLO,HELLO 2020年4月3日 歡迎來到今天第二節的麻米早上節目 嚴格來說應該是第三節 因為今早早8時我補充了一節 就是講歐洲第一個腰斬的頂級聯賽 就是什麼呢? 就是比利時的頂級聯賽 他們就決定了4月15日 如無意外的話他們就會腰斬 然後歐洲足協也做了一個回應 在足球頭條那裏 我今天有兩條影片是講這件事的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足球頭條看看 尤其是歐洲足協的回應 其實也有一點點指標性的 好的 今早第一節就講了 雲佩斯年代的五個領袖 究竟是哪幾個 還有很感謝很多朋友補充了一些 雲佩斯的資料給我 因為我本身在阿仙奴時代的情況 我就不是很熟悉的 多謝朋友補充 亦都很多朋友都留下了 他們心目中我們接下來的領袖 有什麼人選呢? 儘管看看大巴又有什麼心水的選擇 對嗎? 一路滾下去了 第一,李克蘭 當然他基本上已經差不多當他半個教練了 雖然他年紀最大 但我不覺得他會做到這個工作了 另外,羅比奴 羅比奴本身都可能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他將約在2021年就結束了 究竟續不續呢?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我暫時撇除了他的機會 馬達,我想很多朋友都覺得馬達應該是一個很正路的人選 因為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先生 他亦是夠長,亦是夠年紀,夠大 但是他的約在2021年就結束了 所以在我的條件之下 很可惜了,馬達未必能夠入圍 馬達也同樣 跟馬達有點相似 如果算年資,他們一定夠 但他的約是到2021年而已 不過我想補充一句 無論是馬達或馬迪來說 都是比較靜一點 感覺上好像未必那麼容易 不過回頭,以前文貝斯說的 其實卡叔也算是比較靜的 其實維迪、史高斯、傑斯和費尼蘭都肯定不是靜的 是卡叔比較靜一點 所以有一兩個人比較靜一點 我覺得可以的 如果太多人就真的未必那麼有用 好,接著是欣克勒 欣克勒當然他只是來了幾個月 還有借帳 所以他約不會到2023年 正路 所以也不好意思,踢除了他 好,去到迪基亞了 已經去到29歲的迪基亞 其實說真的,我們的球員真的很年輕 數幾個已經數到29歲的迪基亞了 已經三次投得很少 因為說真的,很多都走了 迪基亞我自己覺得是我們的五領袖的其中一個 因為他在球會裡面絕對有這個地位 連續幾年拿到我們最佳球員 他約到了2023年 所以符合了我的條件 所以年紀上他也足夠 而且真的在門神方面 雖然我就說他需要接受 他需要接受挑戰 但是我覺得在做領袖方面 雖然他未必說那麼多話 靜一點點 但是他也是以身作則那一隻的領袖 所以我第一個選擇是迪基亞的 第二個,原來年紀來計算是28歲的Phil Jones 他也符合了2023年的條件 但是說真的 中斯,你問我 在球場上高的表現 就很難 讓我讓他加入這個團 說真的,因為始終 他也是比較上 不是那麼 深思細密的人 你問我,如果我來計算 所以不好意思,中斯,我不會選這領袖團 再看,原來以年紀來說 下一個已經是廉格特 廉格特比麥加雅 所以 我曾經在一條影片跟大家說過 其實廉格特在我們的根醫室真的有些地位 因為以年紀來說,其實他真的挺大的 再加上他青分出身 但不好意思,廉格特 幸好 你將約2021年 那就不符合我的條件 所以我不需要考慮你 如果不是,其實連格特也真的要想一下 因為其實很多不同的方面 其實他夠資格 但是很可惜 當然他有很多另外的方面也不夠資格 但是 他只是由於去到2021年 所以我就不會納入 這個考慮範圍 對於我來說簡單一點 下一個就是麥加雅 現在是隊長 當然 作為一個隊長已經差不多是自動波會入到這個領袖團 所以第二位 入到這個領袖團的朋友 就是哈利麥加雅 不需要我多說 我相信的原因 接著就是廢特 27歲的也是 原來他真的是 跟麥加雅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過 在廢特 現在你問我在他球隊裡的地位 老實說 雖然他年紀也夠大 但是我就不會覺得 他是 這個領袖的範圍之一 OK 接著就是普巴 也是27歲的 小的 麥加雅和 Fresh幾天 但是他的藥是2021年 所以對於我來說 又是 飛出了這個要求 假設他續了藥之後 我就會將他納入我的考慮範圍 但由於我現在的條件 就是2023年 起碼到 所以 我現在就 暫時不會考慮普巴 OK 接著就是25歲的拜尼勒 他的藥就差一點 2022年 不過老實 就算他那張藥是2023年 我也未必會考慮 因為他好像 英文的表達能力 是差一點 因為始終 我不反對用其他語言去溝通 但是在更衣室裡面 始終 英文的能力要有 蓮德洛夫 藥就夠了 年紀也有25歲 但是 老實說 他的 他的表現 或者那個 他那個人是淡定的 是定的 其實有少少的條件 但問題就是 始終在一個身體對抗性上高 在球場上高的說話 就不夠強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了 我只有五個位 所以沒有連德洛夫份 班勒 費蘭迪斯 我想都不用說了 我想很多朋友自動球都會把班勒 放進去 當然我也不例外 第三位領袖球員 就是 班勒 費蘭迪斯 OK 然後 然後是24歲的梭尔 2023年的合約 其實是符合條件 所以 阿滬梭 就是我心目中的邊緣 現在 我不會選他 暫時剔除他 但是 其實 就算我不選他 他真正正正在根治室裏面 也有可能 入到這個位 不過我就不選他 因為始終 後衛我已經有了麥加亞 也有龍門 迪基亞 後衛方面 我就覺得夠人 所以我就沒有選到梭尔 不過梭尔絕對 會納入考慮範圍 如果正常來說 然後是Marchier Marchier 全部都夠條件 但是我自己覺得 Marchier實在太靜了 我覺得他未必喜歡做這些事的人 他的性格上 就未必那麼適合 所以 不好意思 我都沒有選到Marchier 然後彭尼娜 彭尼娜 14和15大家都很明白 而且他現在 說真的 我覺得他好像跟着 連格特的路一樣走 搞YouTube 在社交媒體IG 或者YouTube那些 拍很多影片 亦都是有製作的影片 又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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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 說真的 你問我的話 所以 都沒有辦法 再加上他的 踢法上高跟我們球隊又不是太過配合 所以 我就未必會選他 下一個 年輕一點的 23歲的 麥湯 幸好他已經是2023年 說真的 大家都猜到的 其實 我就一定選麥湯 因為麥湯 在很多球場上的表現 他也是很有 磨性 還有很有決斷能力 我最記得 最記得 有一兩次 不止一次 就是 我們 不知道 在球場上 他入了球 好像那球球入了就打和 他第一時間 除了慶祝 除了慶祝 之後 立即提醒大家 開球了 快點繼續入多球 追回 要追到贏 這個態度 只在球場上看到這個態度 我已經覺得麥湯 是不可能不入選的 在我的立場 所以第四個 就是中場的麥湯 首先跟大家數一數 現在我 五個領袖裏面的四個 包括有 迪基亞 龍門 後防有麥加亞 中場有班奴 佛蘭迪斯 以及麥湯 當然了 我剛才也說了 我想前中後都有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前鋒 那麼 我首先 數一下下面一路年青的那群 包括福仔 Daniel James Trancibi 雲比薩卡 福素文沙 Daro仔 鐘仔 Brandon Williams 以及Mason Greenwood OK 說真的這群全都是年青人 大家覺得我會選擇哪個呢 其實我想大家都不難選擇 在那麼多個內 我會選擇福仔 雖然他很年輕 但他可以進入我們這個領袖的 五人組 為什麼這樣說呢 第一 我們需要一個前鋒 剛才我都說過了 Machia其實年紀大了 但是性格上 他就不是那麼多話說的 他都比較靜一點 以及他未必喜歡做這些事的人 福仔絕對上 或者絕對他的性格也都適合 他也很 他也很敢言 雖然他很年輕 但是他也很敢言 所以呢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他呢 就是說 雖然他年紀只有22歲 但是他很習慣跟一些年紀大的人 一起 去踢球 一起去生活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他的 成熟度 比他的年紀應該是大一點 雖然他22歲 但是可能他的 成熟的感覺已經去到 25、6歲了 所以 我覺得絕對可以做了一個領袖的角色 還有 在這個領袖的 團隊裏面 或者5人組裏面 有一個年紀輕少少的話 其實我覺得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呢 起碼他會比較懂 跟一些 更加年輕的球員 去溝通 OK 所以我就選了福仔 再加上前鋒那裏 我覺得我就很想選他 OK 但是另外還有一位年輕球員 我也想提一提的 他就是 Transebi Transebi 為什麼呢 其實他現在就22歲了 以及他是後防球員 我們後防球員已經有 迪基亞和麥加亞 原來我看回他的約是2022年 亦都是 不符合這個條件 但是呢 我覺得長遠來計 Transebi 杜安沙比有可能 做到這件事 因為他跟福仔是一個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說 他也有一點點跳級 而且他一定沒有福仔跳得那麼厲害 但是他也有 跟他年紀 年紀大一點的人踢球的經驗 還有 他好像如果沒有 搞錯的話 他在U隊的時候一直都是做隊長的 即是說他無論是U18或者U23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是帶著這個隊長的避章 我也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兩年多前 我訪問一下 Brian Robson 我真的訪問過Brian Robson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的時候我問過Brian Robson Robson 抱歉 說了Robson 今天有點累 不好意思 Brian Robson 他就說 我問他 你覺得現在的球員 兩年前 不是說現在 兩年多前的暑假 問他 你覺得 哪個現在的球員 有條件 將來做 賣聯的隊長呢 他當時說了第一個 就是說普巴 我想 當時的普巴 真的是 很有這個條件 另外他說了第二個就是 Transebi 因為他說他在U隊一直看著他大 覺得他絕對有一個 領袖的 條件或者才能在 所以這個Transebi 就要看看他究竟 可不可以在萬元的一隊站穩陣腳 如果可以的話 我相信 他和Soy 都是慢慢地有機會進入 這個 領袖五人組 最後再重複一次 之前雲貝斯 那個年代 那個領袖的五人組 就是 Skolls Gizzi Karrikar 維迪和 費迪蘭 而我 選擇 未來的三至五年的 領袖五人組 包括 迪基亞 麥加亞 布奴 菲蘭迪斯 麥湯 和福仔 不知道你們會選擇哪幾個呢 阿信帶提一提 那麼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店頭 即是 各位 球員頭號 導數那個提名 已經開始了 可以到了 拍大巴 Youtube Page YouTube Channel 在 有一個 Community 就是有一個 出Post那一些 不知道中文是甚麼 不知第1個Post 可以在那裏提名 zusammen 最多 每個號碼 7日沒得提名,大家都知道 提名站到星期日 星期一開始,我整理了資料之後 每天投一個 每天投一個號碼 今次節目就這麼多,多謝各位收聽收看,拜拜